最近古巴总理曼努埃尔马雷罗7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推荐会表示 中国和古巴之间在明年将会开通直飞航班 这件事情标志着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封锁正式破产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马雷罗非常高兴的说 如果我能决定的话 我恨不得明天就能坐上从中国去哈瓦那的直飞航班 很多人觉得他是在开玩笑 不过在本虎看来他说的那叫心理化 就没有一点玩笑的成分在里面 美国对古巴的非法经济封锁 从1962年开始到今天已经足足持续了60多年 在这60年里 联合国大会多次投票 要求美国解除对古巴的单方面封锁 只不过每年以色列和美国都在投反对票 今年多了个乌克兰 他投的是细权 在这60多年的经济封锁中 古巴人的生活真的是太差了 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有一拼 一个高级工程师月收物只有30美元 肉类基本没有 古巴人均肉食32公斤 只有中国的60% 也就最近几年和美国缓和了一下 有鸡肉进入到了古巴 这也得平票排队购买 至于工业品 不管是洗发纸 香皂这样的化工品 还是有外包装的饮料 买一瓶都要10美元以上 用一具一无所有交融古巴 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而就在这时中国愿意把古巴拉进来 一起搞经济发展 换我是古巴总理 我也乐意呀 被中国带飞的国家 现在经济环境如何 民主生活水平如何 国内激进水平发展速度如何 大家都是有目不睹的 最关键的是 凭借现在中国的实力 想和古巴搞经济 你美国人还真拦不住 中国人民大学重洋金融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 卢斯毅在一次讲座中解释了为什么 目前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更愿意和中国在一起 而不是和美国在一起 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发展 美国的逻辑非常简单 你们需要把钱给我们 让我们发展 让美国经济增长 而中国的逻辑刚刚相反 我们要一起经济增长 一起发展 不仅要中国有钱 其他的国家也要有钱 这样一对比 倾向于谁很清楚了 你美国已经是全世界最有限的国家 凭什么我们要把钱给你 相反 加入中国一带一路 却能给自己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意义 这是一种基于经济发展上的合作协议和政治无关 联合国目前200多个加盟国 有150个国家愿意加入一带一路 占据了全球国家数量的四分之三 其中不仅有古巴朝鲜 俄罗斯 伊朗这些美国传统对手 甚至还有澳大利亚 韩国 法国 意大利 这些美国的传统盟友 那些国家可能不支持中国 但他们肯定支持经济发展 毕竟没有人和吃饱饭作对吧 除非他吃饱了撑的 可以说 之所以现在美国会变成这种摇摇欲坠的样子 他的对手不是中国 不是俄罗斯 更不是伊朗的抵抗之乎 而是全世界人民追求和平 追求发展 甚至仅仅追求吃饱饭 这种最朴素的愿望 这些愿望是美国人永远无法通过政治手段战胜的 对手